在W1的时候下路可能就对线打的好一点吧 然后失误少一点应该就可以多帮助队友了 我觉得我们战队现在的话就失误失误少一点吧 然后打团大家都注意一下自己的站位应该就好很多了 我觉得命格是一个以打线为主 帮助达野建立起优势的吧 然后配合达野一起进攻野区的 如果对线取得优势的话 我就会配合达野一起进攻对面野区 给他们压力辐射到全局吧 要是冲厄菲流色又很容易脱节 这把厄菲流色还挺容易死的 老牛算是比较中和的一个选择吧 有坦度又有开团又有一些反保的能力 但最近猴子的BP率降低 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就是这个东西 6G以后才猛 但是他升6的这个过程太慢 很痛苦 对就是刷野还是偏慢 而且在野区EV1能力上很容易被击负 基本打不过 没有主流打野基本没能打过的 是的 而且第一波就是刷就很慢 就第一波6度野怪就刷的很慢 刷的很慢 这才是猴子现在最大的问题 扎实现在是比较含蓄的说法 扎实就是学呲了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W这套阵容 最大的点还是卡丽斯塔 中后期不好打团 对 就右边又是牛头又是猴子的这种阵容 确实这把看起来 结果论来说霞洛会香一点 容错率肯定还是右边阵容高一点吧 但那把选择卡丽斯塔 我觉得一个是可能选手比较擅长 另外的话他们可能必要追求这么个对线优势 还是对线吧 就像可代亚这个赛前说的还是如果能拿到线权了 还是希望能跟达野一起继续做一点事情啊 对 木木确实是个好的选择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就打起来也不太需要考虑说 真呼吸做什么或者运营怎么样 反正前期都没有就是前期干架 都是25分钟定胜负对啊 可能15分钟定了啊 因为他们两个队都不是那边那种擅长打翻盘局的 而且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运营 对我就是集合打架 对我就是逼你拼这个团结能力打团能力 但现在情况看起来 i7到6以后的打团能力还是挺强的 但左边也不弱对吧 甚至可能左边更前期一点 i7这个阵容的问题是双C前期输出能力偏差 反正清刚也跟恶飞流丝嘛 毕竟相较于左边的阵容来说还是更发育一点 哦呦中了 这么远吗这个Q哦 呃但这个位置可能要打技能了 只要闪现哎这走不掉了感觉卡蒂斯 哦卡蒂斯啊 没交闪不想交闪 闪现加虚弱还真有机会杀 是的因为一开始可能W也没有说要下死命令把你就直接杀掉 点燃换双招是一个非常赚的生意啊 主要这个小安有点没纪律性感觉 直接脸蛋扫松被逮捕 这个位置扎毛是不是好像OKOK 溜得很快 这个这波打完感觉下路的这个对线有点大计特计的感觉 本来你对线就不好打 W这边也心大 在对面也去开始扎毛 你先躺那儿 我来给你 这把感觉BP上面还是更看好IG在后期 W可能前期 20分钟是个时间节点吧 Viu这个刷野路线有点明确啊 3分15有可能来月下的 狐狸是有限权的 纳尔也能紧紧的锁住青钢影 这一波是没有人能救下路 薰还是一个往上刷的路线被W动伐到 现在W这个月下的计划已经在计划表上开始写起来了 而且你没双招的 厄菲流斯是很容易死的 月就死 看一下IG能不能防过这一波吧 又勾上来 打一套 知道你厄菲流斯没有双招 再拉 猛猛换血 这个换血已经是开始给这个月塔做铺垫了 可大家这个 猛换 4Q啊 命中率百分百 猛换 三次厄菲流斯一次老牛 在囤线 这是 看一下能不能创造一波好的月塔机会 抢到二级 回格的位置F6不动刷红 而且颜鹊刚才进来做的那个眼位啊点的很浅 现在下半区是完全没有视野的 是的 线是囤住了这样 炮车线会过来囤一大波线 会形成一波三打二的局面 西野开始在换血 队友被抬过来了 这波西野很伤啊 被打出个运行效果 还要继续追着打 直接想说要 小冬被下一个Q要逼了 打闪 要逼闪了 西野这一波自己不小心啊 被抬过去了 他感觉应该没机会了 主要是西野这波换血想 想猛换一波 然后让小冬被动不了 这样月塔就比较好实行 换的太猛了 反而把自己闪现打出来以后 下路月塔的机会也没了 对 而且Viu这边也被视野看到了 嗯 而且下路应该是 血没有换到太多 安的状态保持得不错 没有太好的换月塔机会 哎 又舔到了 还是想动呢 站我过靠了 但这波的话 因为他打一套 直接限杀了 而且安 帮你来 这来了 安也走了呀 安这波 哎 我觉得还不如不跑呢 是的 先把这波经验吃了再说 中野再往下靠 中野想把 安救起来 对 狐狸也再往下 哎 盐缺走不掉了 这太多的线了 抢救一下 动手吗 不好动了 哎 还要打一个回马枪 这边它可大家勾上去 小安没有还手之力啊 这边地底下 换掉了 换掉一个 但是这波塔前线掉了 还是蛮伤的呀 嗯 去那边吃一波吧 中路的话 小东北也是被西野清了一下 西野这个位置 稍微有些危险 闪线台 抬过来了 老牛二连极限距离 薰跟上 那西野肯定要走了 哇 西野这波被杀挺伤的 连锁反应啊 中路换血换太猛 把自己闪线打出来了 小东北这个闪线台还是很果断 而且极限距离啊 是 老牛跟上了二连 那个位置应该是没眼 就他进去 以后是没有事业的 哇 这波打完 感觉还记得能接受 嗯 能接受 哇 这石头丢的面随意 只是AD扎 哇 没篮也踢 哦 磕磕饼干有篮了 哥们 硬打 再来一个二七角 很凶 很欲望啊 而且补刀是领先的 这真的是个人能力啊 四姐妹专精 这刺卡学 这几个这种进攻型的上单 玩的都挺好 一手回推线的反蹲 这种线一般来说 只要有耐心就能蹲住人 这波波好难受啊 这个位置真的感觉 只要有耐心是稳蹲的 W直接起手比进化 找Vink Vink敲起来 还铃铛 薰也到位 可达牙先跑 挂上点燃以后 稍微有一些危险 这个虚弱 刮得非常好 伤害就差这么一点点 这没虚弱感觉走远了 很极限的一个虚弱 埃及三个人 还想动吗 这几个人的血量 都不是特别健康 在月塔感觉是说说的 算了算了 中路也在往后靠了 狐狸过来了 全在拼刺到 嗯 见面就打 乃夫之王 现在两个人头在手 发育还是很OK 这样一来 我觉得上路 这个点 我觉得可能会是个隐患 他现在EVA 有点被子卡给爆了 就是平压十刀吧 子卡TP回来 还有一波塔前线的 对啊 这家伙也没打野帮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意外 就直接单压你十刀左右 还没交踢呢 这波 这子卡这个对线打得有点好 小龙也是靠着薰的一波好反盾 逼走了W重人以后 成功拿下 那这个前期 两边都是 可以接受的一个局面吧 埃及困到了小龙 上路被被被被消耗一波 这波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刚刚好回过来 而且没有补给品质卡这边 把装备出满了 没钱满药了 只有小饼干 但说实话 面对埃及这套阵容 卡蒂斯塔的优势 可能都不一定能较优势 打团确实发挥不了 在右边阵容 是的 这把后期埃及还是更猛一些的 这把其实打中期团战 很看佛耶哥跟西叶和卡蒂斯塔 这三个组合 能不能让佛耶哥收起来混 对 目前看起来卡蒂斯塔的发育还是很OK 看这条先锋吧 这条先锋 两边应该都是要去争一下的 那卡蒂斯塔的优势还在于 现在对线上是舒服的 能前推线 能先动 或者说W肯定是要去争的 看埃及怎么去做一个抉择吧 是换资源换下落塔皮 还是说应去拼一波 群里面还没有上六 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卡蒂斯塔还有30秒 应该是要再处理一波线 这波线被卡住了 打断自己的回程 突然这波要考虑先锋的事情了 小东北再往下靠 这波想解决一下下落的线压 但是这回来的路可能有点不太好走了 一片黑 阿木木是强行回程 放卡蒂斯塔一个人 那这样可能是要先动霞五线锋了 是的 卡蒂斯塔直接退出来了 这波对于W来说很关键 侯有6 对于IG来说如果辅助能赶到的话 也是能打的 打一个4v4可能 W也很懂 其实打厄菲流斯这个全去一定是亏的 因为厄菲流斯红白刀拆太快了 对 放AD单挑 选择在先锋处集结 两边的辅助基本同时到的 经验方面应该是都升不了6的这么一个经验 是的 刚刚5级没多久 老牛好像有点机会 老牛如果再拖一波线的话是能升6的 这波已经打起来了 还是拉开了 IC可以放出来以后再让老牛再回来 很想开啊这个位置 要开了 可大家是没有6级的很尴尬 突然就把自己的闪现逼了出来 那这样又拖了一波 牛头可以甚至找机会升6 再来打 这波看老牛要不要吃一下中路的线 给牛吃一点 已经在打了W那边 来得及来得及 这一下两个小兵吃完应该是要升6了 牛也不要了 直接往力走 呃 现在来不及了3000血 紫卡 在旁边蓄势待发 血消耗一下 已经拿到了先锋 还被先锋也摆给了 正面战场又勾到以后 收回来 稍微配合有一些小鹿龙 但是影响不大 并可也被留在了原地 峡谷先锋拿走 零换2的一波团战 哇这波W血转 那怎么融化了 没注意到薰怎么死的 我在盯那个先锋谁去捡的时候 看到薰已经死了 应该是看起来像狐狸倾倒了 但是 IG感觉 想接这波头 有点操感觉 要老牛升6的 对的 老牛就差一个兵 看看薰这边怎么死的 应该是倾倒了 绝被咬到了 点住 直接秒了 动都动不了 然后再拍上墙 哇 冰克这个位置 哇 这波埃及打的太粗糙了 是有点粗 我感觉 冰克的思路你看 杀个人就剩6了 没事 主要你早点让老牛去6级 让老牛去开会逃一点 是的 然后薰自己又被 Q到 然后很脆的情况 直接被秒了 薰那波有点白给 可达压这个小木木 发挥的有点好 嗯 可达压这场比赛 声音很大 他Q型的命中力很高 嗯 每次都能舔上去 那这个局面 W距离首胜啊 好像 就差一步 哎 越来越近了 嗯 但我们也前面谈到 IG和这种后期 肯定会更厉害一些 是的 打野壮点 直接开打 谁也不从 这边有弹 Vu这边也没打残了 闪现给大 继续捏 Vu直接被秒掉 回来狐狸 狐狸没大招的 小路车还是要死 薰哥 中野啊 下路同时开打 舔上去 安解开进化以后 拉草里 躲一下平A 但是跟过来一下 林导直接拍中 但是追着舔 阿木木直接哭死了 而正面战场 拉扯出来以后 再骗掉Wink 一个Q级 拉扯得非常不错 二打二 还要呢 下路抬起来了 两边都上头了 上头了 薰哥小东北 这边都是没有大招的 留不到 留不到 那这一波的话 打B的下路也是环影颜色 你中野把我中野杀了 但是我下路又拿了一个双杀 很少见 在职业赛场上 两边同时开打 上路说我也不行 Bubub说 我比别人弱嘛 也要打 但是没有打起来 下路看怎么打起来的 Wink和敲这个频道 他来自己找事 直接六级打五级 但那边好像一个兵升六吧 阿木木这个位置 升六 后排小兵一穿死 阿木木升六 而正好牛头让出来的位置 让安暴露在了可达鸭的视野里 哇 哎呦 直接哭死了 直接哭死了 他真的我哭死了 他真的我哭死了 真是好看 三条路一直在打 而且一波非常漂亮的拉扯 行 但是现在经济啊 还没有拉开 下午前锋给中路 西野这个位置再吃一两层 服务之毛真肥 已经是顿攻了 下路又想埋伏一波吗 算了 走了 现在下路完全打不过了 服务之毛顿攻出完 还有一个虚弱 小龙刷新 又给了两边继续打的机会 别看 比喻比喻现在这个对线掉刀掉的有点多 但是这塔皮吃的也是宝宝的 是 这把上路属于是顾二线 没人管的 一直在打一为一 W选的先动 现在确实下路有优势啊 可以围绕下半区一直在 把这个龙先控好吧 顶进来 一千的血 应该是直接拿走 这把节奏很对位 而且是火龙魂 战斗 那对于一个 偏弱势 中后期偏弱势的阵容 达比这边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 弥补了很多伤害上的不足 对 上路是真没镜头 下半区点了四个阵眼 来保护卡里斯塔的优势 想找上路了 直到再往下去 确实也抬不回来了 现在下半区这个 AD单人的对位上 拉的有点多 现在只要保护卡里斯塔 打团战就行了 但说实话感觉打团 打不定真不一定好打 卡里斯塔如果被限制住的话 这个团 但目前还是好打的 是的 我觉得在青钢影跟厄飞流斯吧 这两个点没有装备之前 卡里斯塔还是挺安全的 是 强势挤进来直接卷 VIV这个位置大换打 哦呦 就这么凶 区里边是抢篮不说 还把你大招也换出来 两边中尾都脾气很大 阿姆姆也支援过来 我觉得现在有个问题啊 W虽然说下路优势大 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下塔推掉 对吧 没有让卡里斯塔解放出来 删 这个大招躲W 但子塔现在的状态可能很差 要等队友 沿途未必必的闪现躲掉了 这边也打了起来 这边阿菲伦敦给大招没有伤害 打着这边在下半区 看是大获全胜了 小艾也收不掉 被吸了回去 再吐出来 Vink这个位置 呃也跑不太掉 看能不能送一下吧 Viu继续追 你追 他逃 走位 顶开 再拖时间 还是再拖一会儿 嗯 但是再拖一会儿 是要给卡里斯塔人头了 卡里斯塔要过来收累啊 是的 斯莱想去 这波怎么说 还是给伙爷哥算了 这打也还是给AD 啊 给伙爷哥算了 哎呦 他皮 再耽误点时间 但我认真讲 爱奇这波 感觉接的也挺忙 延绝已经去上了的情况 这不看 接了个三打起来的 哦 你看还是被可达开了 可达这场真的发挥可以 哎呦 哪都有他 这 而且泳双直接拉三个 还有个甲猴 可达这场比赛 挺亮的 嗯 对吧 后续也是跟着 阿也不走 反正对 兄弟们上了 就一起做 哈哈哈 还能过来死 我是没想到 就都很讲义气吧 两边 兄弟乱路 绝对没有狗活的 你不可能让我看兄弟死 我自己 话语不可能的 在那儿不可能 不符合队伍里面 这打的不是说绑手之争 这打的是义气 啊 想盲台一球 可达比翠的其实啊 没走位 第一时间 两边开始中路舞舞集结 准备打一波 峡谷先锋大碰撞 一台台中 西叶这个位置 有点危险 直接被秒了 直接被秒了呀 西叶 而且埃及没有付出任何打招 就把西叶秒掉了 打先锋了 打逼出了点小问题啊 西叶在这个位置又是 在最近在这个位置 老出现这种延续 抬一个直接秒掉的情况 我发现 然后他这个排眼 确实有点不小心 是 排眼会给失掩 看一下 秦康营在等 埋伏一波磁卡 那秦康营不好杀呀 中路埃及拿完先锋 看看能不能推下中塔 这一波要看可达跟新的 但是新鲜的也要自己注意啊 这个位置 甚至想越塔 一个真言插出来 中野 你好兄弟 五个人的推进 打队还想过来挣扎一下吗 算了吧 沿途 没有命中 这个先锋放的也是有点糙 那纳尔得控在上路 是带掉了上一塔 还想来第二头 纳尔手里没TP的 埃及这波判断是很准确的 直接能压 对 主要觉得这个先锋放都放了 又抬到了 行李边背 打了一套 直接融了 太脆了 太脆了他 没有放出大仗 那的话中塔也掉了 中林掉两塔 埃及追回来很多的经济 感觉节奏不一样了 呃 不太对 不太对 又变回来了 不太对 现在埃及开始搞团结了呀 五个人抱他 比尤比尤还不走 石曼峰给TP 正好两个人撞在了一起 你我有缘分 全看秦刚引支援 大招直接坐住 比尤比尤这个位置走不掉 想硬换 拍墙上 找小东北 小东北持续的拉扯 比尤比尤呀 哎呦 小东北持续路就这么坎坷吗 本来这把鸡 挺有机会的了 是的 小龙就太丢了 小龙先拿到 还是一波也去支援上的 先拿个小龙压筋 从头机翼 好好想想 到底什么情况 到底什么情况 现在乱了 现在有点乱啊 现在得需要稳定一下军心啊 主要这两波 我觉得人员的阵亡有点无异意 主要是老大哥带头先出事了 是 主要现在卡丽萨会急啊 打成这样 对 打团不好C的对吧 对吧 打团不好发挥啊 打到后期 还是需要拿卡丽萨优势 去滚更多的优势 但现在的问题是 经济被追回来后 留住交分身 实打 我觉得现在W在输一波 反正就记了这把 呃 确实 是吧 是这样说的 确实 因为他一个支部没啥容错 还是要滚血球的 而这个火龙魂一定 节都不能断的 但说实话 下一波小龙 应该是埃及更强势的 盐阙和厄菲流斯要成型了 下一波 在下一波团架 卡丽萨的这个 团战能力 没有那么低 我觉得是越拖到后期 埃及肯定是越强势 但下一条小龙 是可以选择 势均力敌吧 我真的说 选择去考虑一下 能不能换的 因为下一波小龙 可能W也是一个 很强势的一波 嗯 紫卡 这把 紫卡在后期 如果能配合盐阙的话 这扶珠毛是真不好打 哎 这个塔还在呢 这么意外 伊利好久了 那的话紫卡可以带着 哦 下路要包夹过来了 看有没有机会 没有跟可拿压 被睁眼发现了 哎 不好打 我才发现紫卡 青钢银打那儿 天然点爆破 嗯 主要内航可能也 没有其他好点的 嗯 就这一点爆破 后面带塔也快一点 两边僵持住了 现在都冷静一下吧 哎这把小东北挺肥的 小东北到目前位置发挥很好 对吧 左边的阵容里真的很难限制 我很怕他呀 对就很难限制眼缺 这么肥的一个小东北团战 说实话 W是不太好 越过他的十强也好 萨石阵也好 就威胁到后面的 嗯 IG只要不上头 也变成双C 和这个上野脱离的局面 这个团都是豪打 现在开始 别看现在这个卡丽斯塔 5-0吧 我记得 5-0 但是团战不太好 此一波就没了 突然看 闪现 这个位置被抬回来后 直接精灵球拉托 但是这波 PiuPiu顶上来 闪现过来的一个大招 留住了双C 但是安拉扯出来后 最后一只血量没有倒下 眼却收掉了上波 但是青钢银来了呀 青钢银可能要收割局面了 这边VU可能也要死 IG里面四个人 也可以杀掉VU 大龙 怎么办 陈杰回一口 跑不掉 一个Q已经直接带走 哇 VU这波开 有点实料位 这个W也没想到 因为当时子卡还在蛮远的位置 这延续伤害太高了 打不了了 这把肯定要记了 而且新这个大眼头没了 这一波确实没想到 在塔将破的时候 反而是防守方开了一波好团 然后可达跟VU追上去之后 发现处理不了后排 小冬唯一只在无压力输出 这延续太 伤害太高了 然后新第二时间跟上去的时候 又被口子转了起来 再被子卡过来 收到一个大栋 这大栋好巧不巧还给到了子卡 这波大娃大龙一掉 W这个前期积累 最高的时候应该有四五千了吧 我记得 在第二连三的事务中 全部送回去后 埃及迎来了自己的强势 这一波主要我觉得给了个大的 嗯 前面的两波是有点断节奏 对吧 包括这个西叶被抬 上路BBB被逮 但这把我不得不说 这个小冬没打有点 表感觉W 全员开始迷茫 西叶死 死一波以后 对 全队都不对了 中路一二塔直接没 然后上路还在败 那这样 大龙buff拿走以后 中塔下塔随之高阔 下路还有一波大兵线 红区又被入侵 W现在 团打不太过 兵线又不太好处理 W这个阵容是零处理兵线 处理大龙兵线的 拆一下 紫海这波有点拖大 但是自己还好有钢索可以走 那是一条路走到黑 先把伤二塔带掉 这个选择没问题 继续带吧 到狐狸去带 狐狸去带 然后轻易回到上线 去防一下狐狸这条路 狐狸有TP 埃及通过这个大龙buff 还可以继续在运营下路塔吗 好像运不了了 可以去拆这个 拿这个小龙了 这条小龙可能达律 不好出来了 没世界了 他这个火龙魂节奏也断了 这把打W已经变成难了 虽然经济只落后一千 但是现在局面上落后很大 嗯 主要这把这个小东北 这个炎确发挥有点神勇 说实话在下路崩盘啊 这把可以说下路崩盘吧 嗯 下路两兄弟死了八次了 但是这个中野啊 你记得没有 就是自从那波中野双杀之后 节奏不一样 对 就感觉埃及这个中野 他确实一直在做事儿 而反过W这边的中野就没声音了 想抓一下 一技能空掉 太灵了 拉走了 小龙也被埃及拿到 而且越往后拖 W是越难受越难打呀 打团不好打 主要是这把 现在局面很不利 对于W来说 现在W可能要看佛爷哥的路 大团 嗯 但Ig这个现在 盐阙这道墙是 W解决不了的一个点 小龙标还有一个秒表 嗯 不太好杀啊 这盐阙主要在战场上存活 我觉得W团队是打不过的 是 压上来 两路二三的分带 少机会的同时在持续给塔压力 就像我刚才说 W这个阵容啊 倾限能力是最大的问题 跑车一下一下点 W没有任何手段能处理 中路线还被压过去 卡丽斯塔去防守的话 那上二塔感觉 再来一波兵线要掉了 上路塔也被推掉 现在W很难受啊 整个的视野也揍不出去了 现在被压制在高地了 紫卡发育越来越好 男角收集虽然不高 但是对于一个 艾西战的后期阵容来讲 已经足够了 不在今天 不在今天 很难 现在对于咱们历来说 想翻这个团 挺难的 要打得非常非常好 得给点机会 而且火夜哥要收起来 才能打 很难啊 现在第一波的伤害 可能有点不太够 服装 服装之毛三件套 毕竟这个英雄 打团就是没办法 发挥的太好的 这么一个英雄 我觉得完了 待会大龙刷了团结一波吧 这两个队打 我看就是看谁能 谁能团战打赢 团结一波 找找机会 给这个服装之毛 破败王收起来 这样运营下去的话 肯定是一个死局 哇 这边已经帽子了 眼雀 好肥啊 这眼雀 三件套眼雀 顶出来 这个位置还有两分钟 两边中路已经 骑鞋了九个人 青刚银也在靠啊 提前两分钟的 绕后的一个体骑 来得非常有点致命 连起来 我们留守给大招 这边 哎 紫海有点落胆 先被逼出一个精神 但是虚转了起来 青岗也被处理掉 这边心动状态还可以 插掉了这边的猴子 猴子倒地了 但是这一个 哇 严血 这边的轮子啊 看一下 按这个位置顶着两个人在打 所有的轮子汇聚成一句话 这个严血太无解了 这个严血 撒实阵一扑 风声帽这么划不起来 被老婆一怼 然后怼那个撒实阵上 这心之间没了 第一时间 茨卡已经送掉了自己的护卫 但是这双C往这一站 战力是无解的 要一波了呀 感觉 能守住吗 还有20秒复活 爱奇可以选择一波 也可以撤 波波想拉一下 太费了 没办法 那要被一波了 又是20分钟出头 真的是白刀子进 这个子刀子出 爱奇这一把 打了一个翻盘局 达瑞在前期 手握优势的情况下 中期连续的阵亡 有点断节奏 然后再让他中路 推进那一波 新的5-0的 孵如之毛阵亡 时间是埋下了 整场比赛实力的伏笔 难道的话埃奇是终结了自己的 八连败 获得了八连败之后的首胜